群创光店有一名许姓的已婚处长 在昨天的脸书自己自曝他出轨 他利用植物之变长期跟公司的供应商客户乱搞 男女关系掀起了不小的风波 群创今天虽然没有对外的公开说明 说这个许姓处长他们该如何的处置 不过群创人资长彭俊豪在一封公司内部信任透露 说这名许姓处长已经主动向公司表达了去职 并且获得了同意 而群创也正式回应说该员工主动请辞 同时许姓处长也有请公司代为 向不当影射所牵连到奇美实业的长官道歉 这一期的光电外遇事件在网络的确引发不小的争论 参加全球显示技术盛会 群创光电打出专业形象 郭敬奇一名认识中的许姓处长却在脸书自曝 受不了现在的婚姻 多年来与公司供应商以及客户乱搞男女关系 甚至在开会时约会表示知道那些工艺商 是为了打探公司消息 才用身体换取资讯 同文引发哗然 许姓处长的电子履历以及个人页面迅速下架 不过也有在NBA待了十年的工程式爆料 这种事很常见 不然订单怎么来的 甚至调出不少业务承认 因为科技也大单很难取得 必须要花比较长的时间去经营 像有些大单它的成效都可能是数亿以上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 它可能必须要例如说 大概过半年或一年的时间 那对它来讲 它就必须要去考量 就是说如何跟这个库赫 维持一个较好的关系 甚至可能要在这个业务之外 然后去鉴定其他的一些部分 许姓出场跟二次彭文 强调账号没被盗 还表示拜托不要再约我去酒店了 我这爆料触及群创资讯泄露 也引发推测是正宫妻子 看不下去火大怒泼 又说法指向小三三子逼宫 以及小三的丈夫人无客人 找黑道处理三种说法 不公布他人个资 恐怕已经出法 他人不识的内容 包括有任何私生活 过于传述的话 其实已经触犯了刑法 310条的毁放罪 而且因为是透过网络 因此还符合加重要件 正常社交范畴 恶意公布的行为 也可能会触犯个资法 第41条的规定 有网友翻出其中一名女子的泳装照 如今在LINE群组疯传 许行处长更表示 与其中一人拍下大量不雅影片 要删一个多小时才删得完 而进一步了解 部分被点名的当事人 已经找上律师事务所 希望捍卫名誉 而针对事件 群众回应公司了解中 对员工私领域予以尊重 但若有违反法令 行为准则或是人事管理规范 将依法处理 希望能平息风波 就这样子 王一提特别报导